摘要,2019年1月起,减产32.5万桶,加拿大油价涨超80%,中国还会买吗?从太便宜到太贵,加拿大油价涨超80%,一牛财经,去,今年以来,加拿大的油价经历,为一场堪比过山车般的走势。 去年,加拿大油价还是很高的,但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,加拿大西部精选原油,WCS价格就一路下滑,从每桶40多美元,到跌破每桶30美元,11月份,伴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,以及供应过剩恶化,加拿大油价更是一度跌成白菜价,只15美元桶。 这导致WCS价格与WTI价格,创下多年来最大的价差,当时加拿大WCS油价相比与西德克萨斯青油,WTI的煤头56美元,整整便宜,落40多美元。 但在12月份,加拿大油价又神奇般的息子回升了,但前价格已上涨超过80%,此外,WCS原油与WTI原油之间, 时间的价差已经大幅缩减,并还会继续减少,但正是因此,彭博士报道表示,加拿大供应商又存在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,加拿大WCS原油已经从太便宜而不能盈利到销售太贵。 原意,加拿大宣布减产32.5万桶原油,如此跌当起伏的走势,主要原因正是加拿大宣布了减产,此前据外媒报道,加拿大最大的石油生产省份阿尔伯塔省,决定展开前所未有的减产,已是放缓和该国能源行业的危机,并加入全球行动,对抗最近的优价奔跌。 当地时间12月2日,加拿大宣布将从2019年1月起,将阿尔伯塔省的原油和沥青产量减少32.5万桶,即8.7%,而这一措施也正在起作用。 卡尔加利的首席投资官蒂姆皮克林表示,它正在起作用,证据就在于价格,削减的数量足以使我们拥有的过剩产生可衡量的差距。 去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最近表示,预计2018年加拿大的原油产量,平均为459万桶日,比早先预测的增加2.2桶每日,45亿管道项目被叫停,中国还买吗? 加拿大原油出口还面临一大困境,那就是,管道瓶颈,这也是此前油价暴跌的原因之一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之前价格暴跌之际,中国趁机加大了购买,据彭博社数据显示,中国今年9月购买了158万桶加拿大重置原油,10月购买218万桶。 数月来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重置原油持续增加,有了这个新顾客,加拿大自然也想着趁热打铁,为中国修建输油管道。 今年,加拿大宣布出资45亿加元,约231.59亿元米币,修建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。 但现在,有消息称,目前这个管道项目,因为当地居民反对被叫停了,管道建设一直跟不上石油运输需求的增长。 加拿大食欲有供应危机越发严峻,且因为华为风波,再加上加拿大原油价格回升,不知会否影响到未来的原油交易。 中国未来还会继续增加购买吗?你觉得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